回家吃饭 带同滇雪 滇雪粮油邀您关注 云响健康 创造更健康 更快乐的生活 好帮医药集团邀您收看 云响健康 云响健康小剧场 站住 好帮医药 藏了什么 没有啊 这是什么 听我 哎呀 这种高淀粉油炸树 您想都别想 这个杀小 哎呀呀 丁克强 臭小子 你喊我什么 不是 爸 咱家又不是菜轿 这是什么 嗯 这又什么 还有你那床底下的奶茶 书桌里的腊肉 要不是你把蛋糕藏在我衣柜里 我都发现不了 哎呀 我吃点东西怎么了嘛 吃东西没问题 但是这些东西吃了身体瘦得了 高油 高糖 高盐 我身体好似的 什么都能吃 好 看看这指标 不是红的就是蓝的 吃 咱健健健健康康的吃 您这个年纪 吃了对身体好了 行吗 嗯 高油 高糖 高盐 我过去想吃都吃不到 现在师傅条件好了 嗯 还吃不到 算了 算了 等会儿 丁国强统治 我们要听从时代的召唤 医生的戒严 少食多餐 重点 不漏餐 哇 没那么多时间 哎 哎 爸爸 我有 来喽 尝尝 还有我这个秘质蘸料 能好吃吗 能吗 尝尝 尝尝 还可以 爸 虽然说咱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 但是这个身体健康呀 还是得注意一下 毕竟好吃的是不会消失的 但这身体呀 是咱自己的 嗯 一会儿吃完了 咱爷俩 把家里改造一下 嗯 改什么改 这不挺好吗 鞋子浪费钱 墙壁扶手 还有风华店 爸 有这个 你以后起身 就没那么费劲了 还有你那个床边我也安了一个 窗户也重新弄了一下 现在能打开了 记得保持通风 等会儿带你出去转一转 运动运动 嗯 我爸今天这么懂事儿呢 小兔崽子 怎么说话了 老爸 给大家吃个菜 明天啊 再给你来一个炸鸡健康瓶剂 真的 君子一言 四马南锥 爸你 以后 听你的 真有您的 您教会我走出人生的第一步 我陪伴您迈进世老新生活 人生步骤老年 该如何提高生活质量 保障身体健康 药物和保健品 您吃对了吗 生活中那些养生误区 您遇到过吗 莫到桑鱼碗 围霞尚满天 本期 云响健康 听医生说正确的养生原则 教您远离疾病的好方法 院长说 大家好 我是昆明市中医院的董伟 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 世老生活的话题 老年人患病 不仅比年轻人多 而且有其特点 主要是因为人进入老年期后 人体组织结构进一步老化 各器官功能 各器官功能逐步出现障碍 身体抵抗力和活动能力逐步下降 以及 其协同功能 逐渐丧失 1990年 我国人均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68.9岁 而到了2021年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一体高到了77.3岁 预计十四五期间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超过三亿 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所以 健康是保障中老年群体生活和参与社会的重要基础 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防治老年病的措施是多方面的 首先 应该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和规律的生活节奏 同时要开展适合老年人的体育锻炼 增强体质 比如说 八段井 太极拳 这种传统的锻炼方式就很好 还有散步 游泳 跳舞 等等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运动是养生的最实惠的方法 但是也要注意 过犹不及 参与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 其次 饮食方面 咱们老年人要尽量平均一些 少食多餐 不要饥一顿 饱一顿 多吃富含 纤维素 维生素 微量元素的蔬菜和水果 也要有足够量的优质蛋白和适量的脂肪 这样不仅可以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还可以让老年朋友精力充沛 部分老年人过于看重体检的数据结果 苛刻地对待自己的饮食不尽昏 但却以损失身体必须的营养为代价 实在是得不偿食 长期偏重吃素 导致老年人常出现消瘦或者虚胖 并伴有全身乏力 肢体疼痛 情绪低落等症状 这其实就是营养不良所致 因此保证蛋白质和脂肪的适量摄入 饮食荤素搭配 这才是营养均衡的最佳状态 最后定期进行体格检查 做到对老年病的早期发现 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不要自行乱买药吃 一定要遵医嘱 当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已经成为国家战略 根据国家卫健委文件要求 为指导规范老年医学科建设与管理 推进老年医疗服务卫生体系建设 很多医院现在都设立了专门的老年医学科 除此之外 硬件设施上来说 在建筑设计公共设施建设 居家环境装修等方面 也逐渐在进行适老化改造 实现无障碍化设计 引入急救设施 让老人的出行不再充满磕磕碰碰 而软件环境来说 医院在实行APP就诊服务的同时 也增设了人工窗口 增加了志愿者帮助老年人 学习使用各种服务 有句老话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世老化改革正是秉承了这一观点 我们的医院乃至整个社会都在为此努力 老年人用药安全是重中之重 怎样才能做到安全用药 一天一大把药真的可以吗 西药不行 那中药能长期服用吗 及时就医 谨遵医嘱 既要清晰认识 又要放宽心态 医生和您聊聊 解决您的诸多疑问 云响健康 下节更精彩 回家吃饭 带同滇雪 滇雪菜籽油 桃菌特别香 高远味 滇雪香 浩邦医药集团 民族的 中国的 世界的 致力于为人类创造更健康 更快乐的生活 个性化定制 诊断及检查 遵向式服务 本节目由浩邦健康体检中心 共同制作播出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 云响健康 年华一世 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去 那对于老年人来说 身体康健最为关键 我国已经进入了 人口老龄化社会 那如何让老年人 能够拥有健康的适老生活 老年病防治 显得尤为关键 那今天呢 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 昆明市中医医院 老年病科的李青医生 我们将和李医生 一起来聊聊 关于老年病防治的话题 欢迎您李医生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李主任 在今天的话题开始之前 我想先跟您确定一个概念 这个老年病 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是特定的几种疾病 还是人上了年纪之后 得的病都统称为老年病 老年病应该说分 管异的和狭异的之分 管异的就像你刚才说的 年龄超过65岁老人患的病 叫老年病 那是根据年龄来划分 那从狭异来说 就是和年龄相关的 一些生灵性疾病 叫老年病 比如说骨质疏松 怕今生病 老年性痴呆 包括动脉硬化 那就说到这个老年人 得老年病 它都有这个一体多病 多病共存这样的特点 这说到多病共存 就不得不说这个老年人 每天其实都是 大把大把的在吃药 这不仅有治疗慢性病的药 还有一些保健药 那可能还有平时一些 头疼脑热需要 急需的一些药 这每天吃这么多药 合适吗这样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老年病特点 就像刚才主程说的 它随多器官 多系统的疾病病存 所以就涉及到 各个系统的疾病 可能治疗用药都要坚固 但万就导致了 这个哪个疾病重 哪个疾病轻 哪些指标是必须干预的 哪些指标可以放下 但如果这界定不清 就导致了一些 大量的重复的用药 所以我们叫老年人的 多重用药 它对老年人身体危害 其实必大一例的 危害特别大 所以我们有个原则 老年人用药的原则 一天的肿量 不能超过五种药 就是一天不能超过 五种药的这种用药 有报道 有70%以上的 只要超过了五种用药 药物的不良事件的发生力 会增加70% 那么这个吃药的时间的 间隔上有一些讲究吗 这个其实是根据疾病的 病情不一样 或者药物的主用机率不一样 时间上会有讲究 比如说我们吃R-Spirin 要早上吃 它定类的药 可能是要晚上饭后吃 一些降糖药 有的时候肯掉餐前吃 但总体来说 更多的药 比如中药和西药 在吃药的间隔时间上 肯掉两小时以后 也就吃完西药以后的肯药 间隔半小时到 一个小时以后再吃中药 也就能避免一些药物的 互相干扰 就比如说长期服用中药的老年人 那这个时候每天又要吃 治疗慢性病的一些西药 这样受影响吗 这个其实就涉及到 我们疾病治疗和生存质量的问题 那你每天把更多精力 化在吃药上 其实真的 可能你饮食的补充 就会受很大的干扰 而且药物不是吃得越多越好 也就是说我们 一加一不一定等药 有时候肯一加一会小一一 那就适得其烦了 其实许多老人家里边 他囤的最多的是药 所以我还建议真的 老人的只得回家以后 多替他清一下老人的药柜 大把的吃药 其实产生的后果 可能会更为严重 但还有个极端 就是有的老人生病以后 从来不吃药 会及记忆 他就觉得跟着感觉走 有精神就好了 所以有的疾病 就埋下了一些隐患 这方面也要重视 那还有一部分老人 他在调理身体的时候 他可能会想着去服用中药 他会长期的去试用中药 那这个中药 是不是可以长期的服用 中药首先是要辨证用药 而且中药是要三分毒 这药物不可能会 是一个最好的养生手段 所以中药 我们不主张长期吃 而且是要间断地 根据的病情的情况 可能会要有所调整 而且中药服药的剂情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有高丹丸散 是根据病人的病情体质 这些来灵活地选用的 对于无法长时间待在户外的老年人来说 缺佳生活的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随着老人年纪增长 运动能力 认知能力都在逐步下降 跌倒的风险 长期卧床时 入窗的风险 肺部感染的风险等等问题 都是老年人健康管理的重点之一 所以我们这个老年人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 都是需要一些适老化的一些辅助的工具 比如说这个洗手间里的一些服务手啊 包括这个应急电话 我觉得也很重要 就是说如果说当自己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能够紧急地拨打求救电话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些方法 对对 这的确是一个繁换于未然吧 就是说对一些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问题 我们要早做评估 早做处理 避免一些就因为一个偶然的问题 导致一个生命的消失 这个的确这方面啊 跟我们的经常会听到 一个感冒 然后老人就去世了 排便不唱就去世了 其他背后生存的根源 还是老年人基础病的管理的问题 就隐藏在便利后边的疾病是什么 这些是我们比较重视的 在您接诊的这些病例当中 是不是这个老年人 跌倒的这样的病例非常多 这个应该说发生的相当高的 无论是老人在居家 甚至在住院期间 都有可能发生跌倒的风险 跌倒我们要找原因 到底怎么引起的跌倒 有的老人可能是一个性的老缺血 悬疑导致跌倒 有的是运动功能 平衡功能下降导致跌倒 但跌倒我们最怕的是 跌倒引起的一串的病发症 比如跌倒以后骨折的问题 骨折以后长期卧船 病发肺部感染的问题 血栓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说会导致一个连锁反应 这也是对老人生活质量或是生命 是一个最大的危害 那您刚才说到这些防跌倒的问题 那除了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 要格外注意 比如说我们要穿一些 不要太滑的鞋之外 还有哪些方法 可以规避老年人防跌倒的问题呢 比如说悬婴的 有那个一构性老缺血的话 可能就要叫老人起船的时候 动作要特别缓慢 包括转身这些动作要特别缓慢 平衡功能不好 可能要建立老人出管站 要有一些辅助的工具 要一些辅助的工具 排便以后不要突然站起来 这些就是一番跌倒的一个措施 其实我们这块就涉及到一个 老年人评估的问题 评估包括他的老人的疾病的评估 生活状况的评估 运动功能的评估 这块倒可以建议老人先到医院里边 请我们专业的医护人员 针对老年基础病可能发生的问题 做一个评估 比如说跌倒风险的评估 一些吞咽困难 导致误息的评估 这方面我们评估以后 就可以给一个给家属 或者给老人本人一个提前的疫情 要注意哪方面 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也就避免了一些意外的发生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吞咽的评估 这个是为了预防什么呢 吞咽功能的评估 更多是比如老人 初中中风以后 他吞咽受影响了 就会影响着一些物息 吃的东西 喝的水就呛到肺里边 那就会引起什么 肺部感染 所以这块我们叫吞咽功能评估 评估以后 很严重的 我们会注意 要下胃管 或者吃饭的时候 要叫老人要坐着吃 也就是避免 因为吞咽功能太差 引起了一系列的病发症 我理解就是这个 吞咽功能的评估 也在为医生提供一个方案 对他的病的一个诊疗 一个方案 像有些病症 可能他吞咽功能达不到 那就不能给他吃药 用其他方式进行治疗 对对对 是是是 老年病啊 这个 它的特殊性 复杂性 包括一些不可预测性 都在里边 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 老人有病 要必须是要到正规的医院 请专业的医生来看 不要到药店 根据促销 或者根据广告 来流行性的吃药 那是好的 好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李医生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关于老年病防治的知识 那么我们也希望 电视机前的老年朋友们 能够听李医生的话 有病了 咱第一时间 要去医院治疗 而不是去药店买药 那么我们也祝愿 老年朋友们 都能有一个健康的晚年生活 那接下来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 云响健康之 清养空间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林串师摩波 随着适老生活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 开始关注起了自己的健康 但进入老年之后 组织器官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 骨关节也不例外 特别是沉重比较厉害的膝关节 若是换上退行性关节炎 就要及时的治疗 减轻病症 同时还要特别注意饮食 第一是蛋白质的补充 蛋白质能维持老年人 机体的正常代谢 补偿人体组织蛋白的消耗 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蛋白质还是骨胶原蛋白 更新的原材料 对防治骨关节疾病 有重要的作用 推荐优质蛋白 占总蛋白的1%以上 第二 老年的骨质 容易因为缺钙 而发生疏松症 所以老年的钙摄取 应该比一般人 还要多出50%以上 要多吃含钙比较高的食物 比如说奶内 蛋内 豆制品 海带 紫菜 芝麻等等 第三 补充上食纤维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增加消化液的分泌 有利于防止便秘 及减少有害物质的残留和吸收 建议水果每天100到200克 蔬菜每天400到500克之间 第四 由于老年的消化液 消化酶 及胃酸分泌减少了 会影响食物消化和吸收 所以老年的饭菜 质地以软烂为一 应采用蒸 煮 灰 炖 炒等喷调方式 动物脂肪要少 尽量食用植物油 莫到三余碗 围霞 上满天 有效的适老生活 还是要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之上 而今天的这道健康美食 就是专为中老年人而所定制 有请 又到了我们健康美食的时间 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董厨 为大家带来美食 董厨老师 又见面又见面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 非常特别的美食 叫 叫基族冷菌蒸豆腐 你看这个冷菌 莫老师 这个冷菌带一种香味 它的安基酸含量 和尼克酸含量就非常高 到了大理 特别到基族山 一定要享受这道美食 现在我把锅给它烧热 要先处理一下 要处理一下 热了以后我放点油 加点油 加点橄榄油下去 那我就把这个菌子放下去 直接炒了 对 我们叫炙 这个蘑菇它在炒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独特的香气 现在我们来做豆腐 你看这豆腐切成这个厚片 这个厚片 这个厚片 我们拿个小盘子来 就把它放在这 让我们放一边 这个季节呢 我们加一点这个马蹄下去 加一点马蹄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食材 对 味道比较美 还清凉 这个不用来剁 把它切成粒 这样口感会非常好 这样就OK了 和我们的酥肉混到一块 对 混到一块 这个时候我们来调味 好 我们给点盐 给点鸡粉 然后给点鸡油下去 把它混匀了 来点胡椒粉 最后呢 我们要给一点这个水芡粉 要加点那个 撑出来它不会散 让它嫩滑一点 你看 把它搅匀了 准备工作就完了 我们的厨师 会选用冷菌酿豆腐这道菜 是由这道菜提供的 蛋白质和钙较高 豆腐中含有蛋白质 脂粉和碳水化合物 以及胡萝卜素 维斯素B1 B2 腌酸等 还含有大豆低聚糖 一环酮 皂带 核酸等 对人类健康重要的成分 豆腐中必须按钙酸成分比较平衡 是合成骨胶原的重要材料 钙含量是普通食材的4-6倍 有缓解骨质疏松 骨关节系统疾病症状的好处 日常生活中章 还可以用牛奶 豆浆等来代替 下个工序 你看我们用一把小刀 好 你看开一个小口 你看基本上就成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馅料 因为荤素搭配嘛 它营养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 好这样就OK了 好 你看这样出来效果会非常好 嗯 我们就来加工它一下啊 每一个这个豆腐上面 都给它放一个枸杞啊 对 你看刚才我们炒的这个冷菌 哦 这个冷菌蒸之前 我们就给它先放上去了 对 毛老师先生 我们就把这个豆腐呢 翻到蒸笼里面 翻到蒸笼里面 好 等待着这个美味出炉 除了这道菜以外 在日常中 像鸡豆腐摊 小葱拌豆腐 海带铜骨摊等 也是适合骨质疏松 患者食用的 特别是老年人 因为咀嚼功能下降 蔬菜进食量比较少 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摄入 容易不足 那么引起便秘 所以要注意时段增加 蔬菜和水果的摄入 好 毛老师现在出炉了 你看 哎呀 刚好溜 对 我们再来做一个小点缀 放点蔬菜 西兰花 放点蔬菜下去 然后呢 我现在把它浇一个汤汁 好了 这道菜就呈现给大家了啊 好了 我们一道涵盖丰富 低脂高蛋白的美味 就做好了 这道菜的名字叫 鸡足冷菌 蒸亮豆腐 如果话头再试 中央都被遗兹 歪方来学干自己帮我名字一试 马铁子最面子 长得这肝要链子 往腰子骨头就穿面子 我要面子 这我的方式 感谢一部历史 为什么别的事 跟着我拧起个子 山油蛋卫国气够 山油蛋卫国气够 和我找一把 中央不加一点骄傲 我自己又生 你不打开 我自己想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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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một sangre 车微卜物 TION 4 7